来来来 大家看一下 这种前后都有车的侧方停车 很多的新手朋友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停 那么今天实力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你只需看懂两个点 就算遇到这样的侧方停车 我相信你都能够轻松的一把入库 来 我们上车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当我们看到我们右前方的这个车位以后 我们只需顺着这个车位线 提醒的往前开 我们整个右边车身与旁边的车或者是地面的那个线 保持50公分左右也就OK了 当我们开到与前方的这辆黑侧对齐的时候也就停车 怎么去看对齐呢 也就是看我们这个右后视镜 当后视镜与后视镜对齐以后 挂上道挡 把方向盘往右打满 往后倒车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观察我们的左后视镜 看我们左后视镜看什么位置呢 也就是我们看后方车辆的全部车头 看到没有 还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现在已经看到完整车头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回正方向盘 回正方向盘之后 这也就是完成了第一个点 也就是看我们后方车辆的车头以后 然后就回正方向盘 回正方向盘之后 第二个点 也就是看我们这个右后视镜 也就是看右后视镜里面的那个车前门的门把手 当那个门把手与那个后方的马路牙齿相交或者是重合的时候就停车了 看到没有 现在已经完全重合了 对不对 重合以后 那么第二个点就已经OK了 那么这个时候再把方向盘往左打满 往后倒车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倒车的话就能够轻轻松松的一把入库 看到没有 我们现在跟前面是不是很轻松的 然后再回正方向盘 再调整好它的前后的一个距离 那也就更完美了 来 我们现在下车去看看 它的一个实际距离究竟如何 来 大家看一下 我们整个左边车身距离这个边线是不是刚刚好的一个距离 再来看看我们这个右边 右边也是刚刚好的一个距离 再来看看我们这个车尾 车尾跟后车这个距离是不是嘎嘎正 谢谢大家